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9月8日的数丑星期四 今个星期发生了很多不开心的事 尤其是在星期初的时候压力很大 搞到自己都没什么精神去做视频 其实今天原本这一集都想不出 不过想想想,没理由因为我自己个人的问题 搞到频道中开的设备会不出 所以最后也是做了这一集 今个星期也有很多东西介绍 希望大家会喜欢 RID R 买178.2 近来非常多人赚 其实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些 类似Wipeout、F-Zero这类型的赛车 还是赛飞机呢 赛野的游戏 近年有太多自称为这类型的作品 差不多每一只都是奶奶的 所以无端端跑了一只RID R 买 真是挺脆致的 于是去做研究 看过之后都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捧着呢 首先也不用多说了 单看画面就看到一只玩未来赛车的游戏 设计无论是野戏 还是赛道都跟Wipeout十分之相似 但是扮得似无鬼用 过去有十几只都扮得足 但是他们始终都捉不到那种速度感 这款游戏很明显就可以了 虽然Motion Blur 用得十分之重 但是这款Motion Blur 是令人开心的那种 不是如今的游戏无端端跳下的游戏都要做Motion Blur 但它设定的游戏又设定很贴地 墙墙有高又低 有时要跳出跑道再降落 这些游戏都加起来 令这款游戏看起来好像很有速度 很过瘾 它的控制不是转左转右这么简单 还要控制车头的上下 人们玩过都赞他有持河的感觉 而且玩得好是完全不能落下链子 脱落入弯 因为有这些控制方式 这游戏自然变得更加有挑战性 AI 看起来都不是开玩笑 我看人玩他就一直在打开场 单靠听形容很难明白控制的感觉 我想大家都是自己看影片 这游戏有一个职业模式 里面有七十多个赛事 你一直玩会赚到更多钱和经验值 他有六间不同的公司推出的车船 每一架可以升级上几个不同的层次 而你又可以用经验值 去开一些技能来加强达车船的能力 我见他的技能有些是可以比赛时用的 例如有些用来吸引人的能源 又有些是长开住的 例如你吃其他车的气流时会走得更快 最后他说除了一般豆圈赛之外 还有不同的赛制 例如计时赛 又或者有一个叫Arena Mower 即是撞爆的人 不知呢 还有他就有VR的支持 即是用Vibe 和Oculus 有兴趣玩赛车的朋友 不妨看看吧 Live Lock 卖119元 前一段时间很流行的 所谓的Twin Stick Shooter 即是那些45度角的视点 左边的Joystick 用来控制人物 上下左右走 右边的Joystick 用来控制枪 向哪个方向发射 其中当时爆了一款Indie Game 叫做Binding of Isaac 当时那款Game也挺红的 因为他成功之后 越出越多类似的 然后前一段时间 又跑了一款Nuclear Front 但内核两款我都没玩过 因为始终都不太喜欢 它们的 而且每次玩都会特别的 给你这些东西 Live Lock 这款Game也没有这些东西 但它取而代之 就是有一个故事模式 你可以选择三个角色 其中一个 三个角色都各自有自己的特色 有Tank 有个DPS 有个Hewler 都是铁三角 每个角色有不同的武器 就要你靠赚经验值去买 我见它可以用近身武器 即是大锤仔去攻击 又有一些浮游炮 飞向你身边 又有一些轨道炮 我所然后在天道射出最后 その爆炸性 就会做到破坏力十足 而且这一款Game 可以三人一起连线COOP 另一个游戏模式 就是所谓叫生存模式 即 Survival Mode 基本上就是把你包小帖 丢到一个地图里面 然后敌人在一场环境 这样出来攻击你 那你们就尽可能要生存得有这么久 游戏的画面的特别效果 真的做得很棒 当有一大堆敌人出现的时候 整个画面都是子弹 这些大型的敌人看起来 好像很有威嚇性 整个套件合起来 好像做得十分不错 所以我觉得可以看看 尤其是如果你有另外两个朋友 跟你一起玩co-op 就更加不应该错过 不过大家对这款游戏的评价 都是这样 好玩、正 但是玩5个小时就没有了 这件事就交给大家自己衡量 看看觉得值不值119元 好玩 Project Highrise 卖107元 很多年前 Maxus 还未被 EA 买起的时候 还未被解散之前 他们推出过一款游戏 我很喜欢玩 那款游戏就是 Sintawa 当时其实这款游戏很快 但一直都不见 Maxus 肯继续推出这款游戏 直到几年前 我记得他才推出iOS版 还要只是在日本的App Store 才卖到 今次介绍这个Project Highrise 可以说得上是Sintawa 精神上的组作 游戏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兴建和经营一栋大楼 要靠建造写字楼或住宅 租出去赚钱 并且继续扩建下去 整栋大厦越起越高 当然写字楼和住宅 都会有不同的要求 例如 你会有电梯给他们 例如写字楼 有些地方给人做影印 有些地方给人吃午餐 所以你就要建设一些吃饭 喝咖啡 那些店铺 在你的Tower 里面 当然 因为整个Tower 正在运作 要有些装修工人 要自己聘请 请电器的技工 帮你保持住大厦里面的水电 又要聘请容人 帮助住宅 即酒店式住宅的人 去清洁 所以整个玩法 都是经营的手法 去玩 但是 把它变成一个 建立一幢大厦的感觉 这款Project Highrise 单看画面 其实跟以前的SIM Tower 看上去就很相似 但是 它有些不同的地方 以前SIM Tower 都是一些很屏幕的东西 它现在 都是想假扮那种感觉 但不是 它就变成一些 变成一些很flag shading的 一颗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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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 变成一颗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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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玩什么呢? 你要在一些公众的地方去怒鞋 然后对着女人去怒鞋 然后又会得到分 对着多人怒鞋 给分数就越高 亦会有些保障 会追杀你 即是见你到处在怒鞋 要一路走避开他们 旁边的环境有些地方可以用傢俱去阻止 阻止保障 让他们不可以追到你 亦会有些女人见到你怒鞋 见到你太开心了 然后就会追你 所以我不知道 我见到这个概念挺过瘾 而且刚刚播出的一段intro也挺好笑 挺过瘾的 卖$31 可能用来瘋一下瘋一下 也挺过瘾的 很过瘾的 Persona 5 没错了 下星期就是我期待了几年的日子 Persona 5 终于出了 有PC版吗? 没有 那你又说不行吗? 是? 就有什么说 没有了 那下星期不见我出现 你们就知道我去哪里了 又回到cheap s 精选的时候 上星期我成功为大家介绍了一只cheap s 的精选 幸保我在cheap s 工会中的蓝钻会员地位 免于被你们说我是废了 今个星期我再为大家带来一只cheap s 精选 但是如果你不记得的话 我不是勒乱什么游戏都可以介绍 我介绍的游戏必须达到四个条件 一 它的价钱不可以贵过50元 二 它的原价必须要是100元以上 三 它的减价幅度至少要是60%以上 四 在meta critic 里面 它的评价至少要是70分或者以上 如果有一个星期我达不到以上的要求 去为大家介绍一只游戏 我就必须要在节目中公开承认 我是一条废柴 并在下一个星期的节目里面 以废柴的身份出现 为大家自然 今个星期我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只游戏 Black Duck Franchise Bundle 如果你们不是盲的话 你们都应该看到 我已经可以达到了那四个条件 一 不可以贵过50元 它卖43.35 二 原价要是100元以上 它是289元 三 减价幅度至少要是60% 这只游戏现在减了85% 四 它在Metacritic 起码要有70分以上 它的第二集是有74分 那这个bundle里面另外两只东西呢 你小朋友不要问那么多东西 总之有一只达到70分 就已经达到了目标 流门是拿来搬的 我介绍的一只289元 选到43元 我还没问你refund 你在这麽多亚之下做什麽 蛤?!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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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队走着,走着去打 其中一个销售点是每一个地图 会有一些环境上的东西 你可以操控来改变地形 比如打架桥 让人一定要走到一边 或者推想一些东西 让人连不到你去远程的冰 你自己控制的人物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价值 有些用剑,有些用盾 有些用矛 有些用弓箭 有些用魔法 这款游戏第二集 是在整个世界打的大的仗 它有很大的地图 你就需要去攻人类的城 如果你攻完之后 她也会去攻你 那你就要做防守 在你打完每一场仗之后 其实你是可以回到自己的游戏 回到游戏里 你就可以去游戏你们自己的角色 去选择他们究竟升哪些技术 每一个角色 他有不同的系列 他当然有的技术都是很不同的 我看到他们的技术权都挺复杂的 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给你选择 除了升等级之外 你也可以购买装备 你可以升你自己的装备 你也可以跟不同的角色聊天 他也有一个系列 就是你跟人聊天之后 视乎你选择怎样说话 他们会有一些可以叫做好感度的东西 但他就不至于令人喜欢你 他只不过是在下一个战斗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比较好 除了跟自己的战友聊天 你也可以跟一些你捉了回来的战犯聊天 然后去决定究竟是杀了他们 放他们 或是请他们进来跟你打 我觉得整个战友的战友 其实他做得最好的就是他的故事 他的世界设定都做得十分之好 在第一集你玩的就是自己创造一个无名的角色 但到第二集你就需要玩一个他指定了的人物 而那个人物的背景是很复杂的 他是一个…我也是不好剧透了 但是你单看他的人切 你已经觉得他很棒的 这个角色 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试试这一款游戏 现在卖这么便宜的话 绝对值得试试吧 如果大家都没走的话 即是你会听到现在我这段说话 其实我已经想着录完所有东西 即是收工啊 这条片都允许了 但是都是忍不住想加回这一段东西 这个礼拜真是一个很麻烦 很不开心 很大压力 很不知怎样的一个礼拜 不开心的不是因为我拿不到我要的东西 也都不是因为我拿到我要的东西 而是看见的情况 我不觉得任何有任何的方法 即使是现在现有的方法 或者是某些人想要得到的方法 是可以去做到大家想要的东西 我在这十年 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没有一个 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方向是怎样 但是在这个礼拜 我开始感觉到我以为一向和自己是同一个方向的人 开始有些背道而迟 我知道自己的方向不是行得通 未必行得通 但是我也都知道对方想的东西 他们做的东西是不像实际 如果继续下去追捧一些偶像 或者是去讨厌其他人 来到优化自己 尝试用一些这样的强硬的手段 去逼人接受他们的方法 是走不通的 你是说服不到群众的 一方面我是觉得 是 是现在 这条路是 死路一条 另一方面我也都觉得 如果 如果 将一些 可以在你身边支持你的人排斥出去 甚至是侮辱 对他们说一些侮辱的说话 你觉得 然后觉得自己安慰自己 觉得 因为我的智慧比你们高 所以你们不配 跟我在一起 或者不配我去为你们解释任何东西 或者不配我去为你们解释任何东西 到头来 你的做法 你认为 你认为会有出路吗 是不是要 全部其他不同意你的人都死了 这样才行呢 又或者不要说不同意 其实很多人都站在那边 我深信 问题是 大家不能够理解到 你的方式 并不是因为他们笨 而是你们不想去解释 你们说他笨 你们说他笨 就算他理解了你说的东西 他们都有权 也都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他们不是笨人 去judge 究竟你是否真的做得到 究竟你是打算怎么做 别人会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看不到有答案 我不明白为何在大家 算了